我們大家去把官尾會 當作一間公司在經營的時候 官尾會都是會盈利的 你知道嗎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賞無線上賞無》 我是Tay 我們今天賞無說說要有一個話題 就是說以前的人和現在人買房子最大的差別 第一個就是公社嘛 以前人買房子都是那種公寓或華夏公社的低 但現在的公社都高 可以看我們之前公社那支節目 再來我覺得現在大家最有感的 就是繳這個管理費有沒有 每個月要繳的 我們每次在介紹新的案子的時候 下面最後都會說每個月每瓶多少錢 然後再乘上你買上的瓶數就是 你每個月基本要繳的費用 我們今天就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的管理費到底繳到哪裡去了 我們繳的這些管理費到底合不合乎我們的需求 我是知道真的有很多社區他們的公寓會可能亂七八糟搞 來了解一下到底管理費真正的規範是怎麼樣 一樣今天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講管理費的定義還有它的來源 所謂的管理費是根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還有內政部的公寓大廈規約範本 這兩個家才所自訂的 主要目的就是用來維護大家的環境 所謂的共用部分 因為我們買了房子除了自己家裡面可以種動 還有很多大樓 就是我們買的公社嘛 什麼28% 32%這種東西 總之只要是集合式住宅 並且有依法就是成立這個管理組織的時候 這個集合住宅裡面所有的住戶就有義務繳納管理費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他們的精神 其實最著重的是在住戶自制 所以這個管理費用的制定方式 不是說有哪個公家單位去制定的 就是當公社點交之後 全部的住戶會成立這個區權會嘛 有整體住戶大家一起去制定 那不過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裡面 就是因為以前是沒有強制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比較久遠以前的公寓或者是華夏 他們就沒有這個管理費的生產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二項 公用部分約定公用部分之修繕管理 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為之 其費用由公共基金支付 或是由區分所有權人 按其共有之應用部分比例分擔之 反正啪啪啪啪啪 以下等等大家自己看一下 好那我們一般來說管理費 它實際上可能又分成兩個部分 那一個就是單純叫管理費 另外一個叫做公共基金 簡稱公基金啦 那這個公共基金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就是我們大家一起長途旅遊 可能有一些費用 譬如說搭巴士啊 或是給導遊小費啊 一開始大家一個人掏兩千塊出來 就會有一個公基金嘛 那到時候所有的共同分擔的部分 就從這個公基金去扣 大概概念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解釋大家應該比較聽得懂 狹義的管理費 就是只聘請這個社區的保全啊秘書啊 就是整個物業管理的櫃檯裡面的人員 甚至譬如說清潔工啊保養基墊的部分 社區任何修善都是屬於比較狹義的管理費 整個管理費的來源咧 我覺得就不用解釋大家都知道了 住戶每個月繳的那個錢成為了這個管理費 公共基金的部分雷是通常是不能夠隨便亂使用的 它通常使用在重大的修善或是社區重大的事故發生的時候 它才可以拿出來使用 而不是我們平時可以動用的 不是平常說想要多請個清潔工什麼啊 還是修一個垃圾箱啊還是什麼 不能夠使用公共基金的 公共基金的來源跟管理費稍稍不一樣 但是大部分還是跟管理費有關 大概分成幾個部分 第一個是如果你買了新房子 那建商在交屋還有點交公司的時候 會按照當初工程造價一定的比例 或是它可能有固定的金額 那把這個金額會整個提撥給未來的管委會 第二個來源部分就是除了一般的管理費以外 你們社區的管委會有可能會說 那大家每個月還是繳一點點多多少少 50塊100塊甚至更多500塊1000塊的錢 去做一個公共基金 去做一個社區的備用金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每年你的管理費有結餘的時候 因為我們繳管理費一定是不可能是繳不夠 一定都是多繳 多繳扣掉社區原本的固定開銷之後 剩下的結餘也會納入公共基金 第四個部分就是公共基金額外產生的收益 這邊再補充一下就是管理費 還有公共基金的使用的權責 管理費是由管理委員會全權管理與使用 但需要符合規約授權的範圍 不能使用在規約沒有授權的項目 但公共基金的動用呢 就是要經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去決議 兩筆款項依法需分別開設專戶保管 而在財務表裡面也要分開詳列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照理說你們家管委會 管理費用是一個帳戶 公共基金是另外一個帳戶 該使用的時候是寫的親切除除是分開的 不過是有很多社區是會拔門合併啦 這也反映了剛講的 現在就是以住戶自治為主啦 可能在很多社區他們就是自己彈性去決定的 第二個部分我們來講 這個管理費使用的範圍 還有它是支出到哪邊去 管理費最大的目的呢 就是要運作整個社區啦 讓整個社區可以和諧 然後大家可以過得開開心心 在自己的社區裡面 因為現在大家的生活水準越來越高 大家要顧的生活品質也是要命名俱到 包含很多的大社區都有非常豐富的公社等等 全部的全部都是由全體住戶去共同負擔的 使用範圍主要有三類 第一個部分是公社和環境的維護 我們舉例從我們家門走出去到公共空間 大廳啊 所有的連通空間啊 包含梯廳啊 公共門窗啊 電梯啊等等的 甚至到社區景觀中庭花園 或者是游泳池 或是造景的水池 巴拉巴拉 第二個部分就是室內的公社 健身房兒童遊戲室圖書館 閱覽室 反正這個很多啦 最後到外觀的養護 有人說我們的大樓久了 牆面可能會有一些髒 有一些比較潮濕的地方會有一些青苔啊 畢竟建築物久了 風吹日曬雨淋 它會有折舊 它要養護它的外牆 總觀以上這些東西 一個簡單的觀念 公社越多越豐富 管理費用要負擔的就會越高 我們所繳的管理費 可以享受或是使用社區的權限的 也不完全相同 大概分成三個形式啊 第一種就是 反正我都有繳管理費 就是吃到飽 社區所有的設備設施啊 全部都是無限使用 第二種就是那種扣點數的 也就是說 每個人繳繳管理費 當然依照你的平數的大小 你繳繳費用的多寡 也會取決於到你得到的點數 比如說一個月你有30點好了 可能使用的KTEP房要扣你4點 使用個月來是扣你2點 反正你就是扣 那扣完了以後 你還要再使用的話 就必須用現金去換 或是現金去買點數再去換 第三種咧 就是比較沒有遇過這種的啦 很少 就是所有的公社你們都需要付錢 就我已經繳了管理費 但是我們所繳的管理費裡面 只包含了大廳啊 基本的人員啊 保全啊 秘書等等 但是如果他們有很多其他的設施 他們可能平常都是關起來關店的 所以說使用者才去付費 那這當然也是由所有的住戶 他們所成立的管委會去訂出來 反正每個人咧 對於公社使用的頻率和習慣大不相同 也是有我買的房子住進去 我每天地下天堂出去 然後回家的時候 也只是從地下天堂回來 然後電力直接到自己家 永遠都不會去公社 永遠都不會去大廳 甚至也不會去收信 這種的也是大有人在 所以當我們要買房子的時候咧 大家也要去考慮 這個是不是我需要的 或是我到底想不享受到這些東西 或是享受不到咧 我是不是去選擇管理費比較低的 基本有人幫我們收包裹啊 有人幫我們管理門禁啊 或是家裡面有客人來的時候 幫忙引導到家裡面 這個部分這樣就好 反正所有所有交管理費 其實最大成本當然就是人事成本 因為我們要請的所有 剛剛講過秘書保全人員 清潔工行政人員等等的 我們要支付薪水的嘛 因為才有人來這個社區上班 但是通常廣委會在社區裡面 都會還有一個辦公室嘛 那在包含這個辦公室 所有的管銷啊 弄弄社區的公告啊 反正就是會有一個小型辦公室 在社區裡面 有些大社區他們的社區裡面 還有那個監控室 就它可能一個社區裡面有 50支 100支 甚至更多的攝影機 會有一個保全 專門在那個監控室看 維護社區還有社區周遭的安全 反正種種以上這些加起來 至少會占所有管理費的七成 好 我們舉例看一下 以最小基本的物管管理配置來看 一個社區經理 先做秘書 兩個保全 一位清潔人員 嚴格來說就是一般的物業管理 這已經是最基本的成員 就是會請到四個人 如果好一點的比較是飯店式的管理啊 至少要聘僱一位社區經理 兩位秘書 三到四位保全人員 三位清潔人員 人事成本呢 至少是50萬在起跳啊 這個是屬於比較稱得上飯店式管理的 舉的這兩個例子前者就是說的 可能沒有太多公社的 比較小型的社區 或是比較類似華夏的方式 他們這樣子的配置就可以了 後面說的這個飯店式管理就是說 除了一般幫忙收發信件包裹啊 還會有一些像我家 我家他們就會還有親食吧 類似餐廳這樣子的公社 那就是很多人要去 那這個物管公司 他們就還要會準備餐點 而且他們來社區服務上班的人員 都還要會煮飯 會泡咖啡等等的 甚至像現在還會幫住戶叫計程車啊 或者是下大雨的時候幫大家撐傘啊 已經很像飯店的規格了嘛 所以這個年齡總統加起來 人事的開銷就相當的驚人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社區 還會有它的康樂活動和保險 社區都有強制要保一些活摘險啊 或是公社會有很多值錢的東西 他們會有一些產物保險 甚至在慶典 譬如說像中秋節 中秋節我家樓下光辦一個中秋節烤肉 就辦個不知道幾十桌一百桌 或者是最近中原普渡嘛 社區都會來舉辦 就是共同的普渡 就不用在每個人自己在家裡面普渡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邊有準備幾張 不同的大樓 他們的中路和支出 其實這個東西每個月管委會 都有義務要做資產負債表 有張貼在社區的公告欄 其實這個我們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細看的話 相信你家如果是有在繳管理費 或是比較新式的大樓的話 去公告欄都找得到這些東西 裡面主要都會有講他們的資產負債啊 然後也一定會有這個社區現在銀行的存責 餘額剩多少 他們有沒有把這些餘額拿去定存在規定的帳戶裡面 那可能還會產生利息 還會產生公共基金的收益等等 大家可以在這個表格裡面 去了解自己的社區錢都花在哪裡 當然小社區會有小社區的模式 大社區會有大社區的模式 收50塊60塊和收100塊200塊 其實有些台北市好在都甚至收到300塊一坪的管理費 這樣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那個表格裡面就精彩度也會不同啊 特別要注意就是說 這些資料其實都是廣委會提供的 我們大概簡單的理解 其實整個住宅裡面所有的住戶就是老闆 那每個老闆每個月拿出來的錢 就是成立的這家公司就是廣委會 那廣委會在請外面物館公司 其實它就是一個小型的自治 一個公司一個企業在經營這個社區 所以每一個住戶你們都是股東 其實股東都有義務要了解自己的錢去哪裡 等於說這間公司我出資了 我不會不管它 但其實我相信很多人是生活過去都不會去顧問這些東西 但當如果有一些社區他們可能有一些 這是很多啦 有很多弊案啦 廣委會的主委還是社區物館公司 多多少少有一些弊案會發生 偶爾新聞都會聽到 所以就是說這些表格是大家可以自己留存 或者是每個月去拍個照 更了解自己的社區 以非不只自區嘛 當然是希望大家的社區都經營的非常好 再來我們來看到管理費的金額 管理費金額到底怎麼區分呢 為什麼同樣都在三重區 同樣都在斑橋區 隔壁洞有的50塊有的100塊 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管理費跟你買的房價是沒有絕對關係的 主要管理費是依照你整個大樓管理的品質 當然你的基地面積 還有你的公社豐富多寡 這些都有影響 所以呢 如果你們在買房子的時候 看到那種 閃電宅 精品宅 這種質量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去注意一下 他的管理費到底要繳多少錢 因為這個東西就很像月租費一樣 你每個月都要繳 你不能不繳 也關係到大家的生活開銷 所以要特別注意管理費這一塊 尤其是如果你買坪數越大 你交費用就越多 其實像我自己家 我一開始交屋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管理費一坪是130塊 到了後來可能兩三年過 可能三四年過後 其實說真的 我也就是不記得的那一個 或是沒有那麼在乎那個 但有一個原因是 我們家社區管理的真的還不錯 物業也還不錯 我們家物業都蠻能幹的 所以我沒有這麼去在乎那些東西 可是我們的管理費用 是由管理費和全體的住戶 所派出的代表去決定 哪邊可以省的去把它省下來 或哪邊該花的 或是怎麼樣 或是它的頻率 可以不要那麼密集 長久下來 管理費是有稍微調降的 而且我們家還是有游泳池的 但我們游泳池只有開發夏季 游泳池的維護費用是非常高的 所以其實這整體的管理費 不是說誰說的算 而是通常會去先列出 財務收支的報表 以收支平衡為原則 但是不可能是入不敷出 就是一定會比我們看到 每個月的支出表要再多一點點 但我們直接舉例來說好了 比如說某個社區每月 物館保全等人士費用為20萬 設備維護費為4萬元 公用水電費也是4萬元 建築物和景觀維護費用為5萬元 行政費用為2萬元 每個月總支出要35萬元 社區內有200戶 每戶25坪 總樓地板面積就是5000坪 每坪管理費就自首要收到70元 才能維持社區的營運 反正多角省下來 還是會變成公共基金 多角的錢不會把你吃掉 因為畢竟是 每個住戶都是股東嘛 你們自己要管理 另外再舉例 剛剛講到同個區 我們以台北市中正區 這兩個個案 我們用A B來分好了 同樣都在台北市中正區 與南昌路一段和二段 那我們看到A案和B案 一個是新陳屋 一個是預售屋 單屏的售價都是120萬到130萬元 一個戶的戶數是47戶 一個戶是68戶 但是你看他每坪的管理費差了80塊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公設 其實是差蠻多 A案的公設比較簡單 他可能戶數比較少 所以他們每坪的負擔費用是高蠻多的 但是我們看到B案 他的公設多了好幾個 項目 可是他的管理費還是不高 不過看這個表格 通常預售物是這樣子 他會先給你一個金額 但是如果你入住了 區全會大會都開了 官會成立了以後 發現不夠的時候 大家還是要往上加上去 不過這個圖表就是告訴大家說 即使在同個區域 管理費差很多 一樣都是新的個案 管理費還是有可能很有差距的 那最後我們簡單講解一下 如果你們管理費有想要調高或降低的話 他一定有一個步驟要去遵循 按照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1條規定 區分所有權人會立之決議 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之二以上 及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及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 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佔出席人數 區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 才可以做這件事情 看起來超複雜的 其實這有點跟那個選舉差不多 或是跟那個議會是差不多 他們就是有一定的比例 才可以去做重大的修改 因為影響到每個人的月租費了嘛 所以其實規範是很複雜的 再來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如何檢視這個財務報表 要知道管理費合不合理 要注意一下幾點事情 第一個了解公設需求 就是哪一樣公設 他可能電費佔了多少 或是服務人員需要多少 哪一樣公設 他可能是只要開個燈就可以使用的 這都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像中庭花園 不需要特別人事去管理 也不用開空調 可是他需要休閒執災啊 那要維護原因啊 或是噴水沙水等等 第二個總建品數的人員配置 反正就是剛剛講的嘛 你整個社區多大 你就會需要多少個管理人員 甚至你有幾個出口 就有多少個保全人員 如果想要減少出口的話 可以把那出口分起來 或圍牆蓋高一點 可以減少一個出入口 為了省個保全的費用也可以 那再來就是要去了解財務報表的內容 有學過會計的人應該看 會比較容易看得懂 不然財務報表是不是很好看 財務報表每個人看法都不一樣 有些人會覺得這邊可能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那邊可能可以多花一點錢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應該是用心經營 大家都會有共識啊 該省的省 該花的還是要花 畢竟一個社區要經營的 好維護好 大家住的長久要開心快樂 並且是真正享受 我們花那麼多錢買這個房子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一直去集團裡面挑骨頭 一定要說 你這個錢多花 那個錢少花 這樣 如果你們沒有太多意義 當然就是注意那個數字的金額 家總有沒有對 其實這樣就好啦 如果對於內容沒有太過要求的話 最後做個結論 今天我們這一集講管理費 可能是比較枯燥的 可是這畢竟真的牽扯到自己 住在這個社區裡面的權益 當然挑選一家好的物業管理公司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重要的 因為好的物業管理公司 說真的就像你公司請到好人才 人對的事情就對了 有沒有 我們大家去把這個官委會 當作一間公司在經營的時候 官委會都是會引力的 你知道嗎 甚至有些官委會 因為我們可能通常大樓會有多的車位 那畢竟這個車位還可以出租 那出租以後都會對社區產生一些收益 有一些官委會他們會把他們一些 公用空間或是官委會空間 拿來做一些租刃外面的人來使用 很多的收益方法 跟經營一間企業一樣 開源極流 再來幾個這區重大開銷 譬如說機店的維護 或是久久去清洗那個石牆什麼的 貨幣三家不吃虧 這些生意不要永遠都給同樣一間公司做 偶爾去比較一下 因為這個社會很競爭的 最後就是要跟大家說 記得還是要關心自己家的報表 但報表基本上都會貼在信箱區 或者是電梯裡面 或者是停車場出租的地方 都會有貼 當然現在很先進 很多都有E化 就有些比較新式的社區 都可以在APP裡面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 以上的分享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我們節目朋友 記得幫我們按讚和訂閱 大家再見 拜拜